Hello, 你们好 现在是11月10日 差不多11点 10点58分 指数跌了265点 去到17,245 所以昨天我说 大家有红症就拿着, 不用走 买货的都用红症去保住 因为市场还未成功 去看昨晚美股 杜瓊斯跌了220点 NASDA跌了128点 S&P是35点 场外杜瓊斯升10点 NASDA跌了近20点 主要是因为联储局主席鲍威尔 说息口也不能放松 随时有需要, 可能要再加息 当然, 这只是说 但是, 美国的市场本身 债息也是高 30年的拍卖 情况不理想 也是扯高了 10年的债息 都是继续去到4.628 都是升了 另外还有, 美国政府停摆 在直播中, 我在直播中 星期三都有说过这件事 就是说, 众议院新的议长 若向迅 未有方案出来的 今天就快到了 11月中 那究竟 会不会停摆呢? 其实是有机会的 因为之前的麦卡锡都被罢免 因为呢, 始终共和党 就比较强硬的 这个都对美国股市 带来震荡 还有呢, 就是 就是, 汽车工会那里呢 就跟Tesla 通用汽车 和福特 就达成了协议 在新金那里 未来呢 就增添很大的压力 这个毛利会受到影响 你看到Tesla 都跌了5.5% 那这方面呢 其实看回美股呢 我都给大家看过 Tesla 股价 都继续向下市低位 至于NVIDIA 就是 那个做Graphics Card 那里呢 就是 那些晶片那里呢 就 他们本身呢 就有新的三款的晶片 就会供应给来地市场的 就绕过了 是华府 对这个晶片的 那个售卖的限制 那这个AI的晶片呢 就会 对NVIDIA的股价 会有些承托 但是NVIDIA 始终也是高的 那有机会 都会再试回低一点的位置 那而这些晶片 有没有用处呢 用到多少呢 会不会像以前那样多呢 可能会小了的 因为始终来说 就 现在的中芯 和其他的晶片公司 都加快去生产 国产的东西 那另外呢 就 汽车股那里呢 就见到 就是说 理想呢 就那个业绩预期好 那 那 理想的汽车的业绩呢 就较预期好 那 那 看回股价 但是呢 今天大跌的 跌了成5.7% 那 我们看个图 那 看到理想汽车呢 就 它其实就 就 虽然今天 即它公布的业绩呢 就 比 预期是理想 那 但是呢 股价就大跌的 一开呢 就是开在149 145.3% 啊 那 跟着呢 就是 啊 最高扯上去 149.3% 之后就下来 那 那 其实呢 看回那些汽车股 新腾源车呢 除了理想之外呢 就 见到 小鹏 都出现了一个 孤售的讯号 的 短期的孤售讯号 出了 2015 9868 都是 蔚来更加不再说的了 蔚来呢 就是 本身 他们做的 车市场呢 是中低端的嘛 那两边都不受 两边都不受 所以这个问题 就影响很大 兼且还没赚钱 那 小鹏 也是的 那 那 蔚来 更加跌得多些 所以呢 我一直说 新能源车要避开 不买住 那 所以呢 大家不要想着 这些 等它 跌定了 低些 那至于 比亚迪呢 又跌过 241.8了 248呢 就自从 就是说 见到北非特有沽货之后 呢 其实它都封了你的顶 那 那 现在来说呢 就 今天呢 就又继续再 跌一些的 那 那 就 虽然见不到 北非特的 的 手影 在那里沽货 但是呢 就 比亚迪呢 来到这些位呢 就 如果守不住 就再沉下去了 再沉下去呢 就应该会沉到 我那个长线小小的 那个 平均线 235元那里 那 那到时再决定 那些位 会不会买货呢 我们再决定 那 至于另外呢 就是 指数 说回指数 指数就怎么行呢 就 你看到呢 其实小时图呢 昨天都说过 前天都说过 那 那小时图看回呢 其实是补列口 第一个列口呢 17,700 跟着17,500 跟着17,500 7,300 那今天呢 就补了了 17,300 最低去到17,198 17,200 那 那这个列口呢 最低呢 就是 最高呢 就是 17,245 收到17,230 就是完全 就叫做补了 了 看回小时图 就补了 那再向下的话呢 就这里呢 其实就 说的是 10月底 11月头那里呢 其实呢 有整个 有整 几日呢 就在这儿集结的 那这几日的集结呢 就是大概 17,000 点为一个基准 那 那会不会再试回去呢 我们再看 那 那 那 但是看回日线图来说呢 就 当然是不是很理想 那 那 这样下来的话呢 就是会沉底为主的了 下回17,700 17,000 17,000 17,000 搜不搜住呢 就再看 17,000 17,100 搜不搜住呢 搜得住呢 就会上回少少少 但是上回少少少呢 就是见回那几个列口位 就是第一个 17,300 第二个 17,500 大概 就是这么多 就是不会太多了 那 你看回保利加通道呢 其实你看到呢 走势呢 那 中轴位在哪里呢 中轴位就是17,400 那 下面呢 保利加通道的底部呢 是16,867 上面的顶部18,000 所以呢 那些 53,94 510,069 51442 这些东西呢 就非常安全的 那就是杠杠当然低一点 那 成本就大一点 但是呢 拿了它来保护货呢 安全一点嘛 那 因为他们的升跌呢 就是100点的恒指呢 是一样的 你十万个单位呢 都是升跌呢 就因为一万对一的话呢 都是一千元 一百点的升跌是一千元 如果十万单位算 如果是五万单位算 就五百元 就差不多了 那 那 就 暂时看到呢 就个形势就是这样 周日线图是这样的 周线图又怎么样呢 周线图当然更加偏一点 一路向下都没有好过 那 周线图呢 就 那个 底部呢 波利加通道呢 是16,800 16,800 那 中组位就是18,292 18,300 这个位置很难破的 你看到过去的好几个礼拜 都是在它下面的 只是曾经有两个礼拜 凑一凑上来的 这些是说的是七月份的时 七月尾八月头的时 但是跟着到九月十月十月十一月 这两个几月都没有见过 所以就 不是说 见到有机会会上多少 不多 因为始终唐水滚唐原 没有什么新浅度 那 指数就是这样 下线如果17,000 失手 16,000 近期的低位16,879 这些位置又穿回的话 就16,500 那 上面就是说 上面又有限 下面就 看着这些位置会不会穿 那 至于 看回那些股票来说 昨天的影片是331 331 331 没错 有些朋友就担心 成交是小的 怕有什么事走走不了 但是这些股票呢 你看回过往的业绩 过去这么多年 其实它派息派得比你都多 还有呢 我看周线图呢 其实都挺稳定的 除非它有外围有个很大的下跌 或者港股大卸 或者因为一些特别的因素 一些突发性的事件 这些东西之外 因为这些交投量势 就会影响着 有个别的少数人沽货 没有人买 就会下来之外 其实就 它就 不会有什么大大风险的 当然 这个地球是圆的 是不是 波是圆的 这个世界任何东西都有机会的 但是呢 我们如果撞中长线的话 这些是OK的 但是你要明白就是说 如果市场有些特别的剧变的话 那当然会有影响 但是它们真的在赚钱 以及真的在派那么多息给你 连他们的 Samuel Chan也说过 如果一上市的时候 拿到现在 根本上八成的股价都被你拿走了 那些食物 那你真的 拿着它的股份 等于差不多 送给你 那这个就是 那个 好处就是这里 那至于 另外呢 就是 其实 你看到它有一定的收益 所以呢 值得留意的 那 那 它的那个 如果 如果在它的招股价 升少于10%的范围里面 其实你们值得去 可以作为小处的投资 去试一下都可以的 这个是若名合联 2268 那 近期的新股都开始 移动一些 之前的新股不行 近期的新股 开始有些 做好一些 所以 这个我相信 都是不错的股份 那 今天 中午截止 如果你说 抽实非 抽的话 或者说得及 那 现在是11点 12点一截 那 你们留意一下 如果不是抽它 新股的话 等它上市 17号 那 可以留意一下 那 至于另外 刚才说的那些汽车股呢 就 比亚迪 比亚迪我们就等 是不是 那 我们说回 昨天 前日 前日 那个 那些直播那里 有些问题 没问完的 那其中呢 就有一个朋友问 就是中华 中电华 大科技 85 那些很小的股票来的 这些只有二十几亿 那 就 那 二十几亿之余 就 看回 他们做是做芯片的东西 做芯片的东西 而另外呢 过去的 业绩来说呢 就都有一点的日利在那裡 那 但这类股份呢 就相对呢 就 就受到资金流的影响会大一点 那它在1.52%那里有很大的阻力 那里成交大 那最近有少少大的资金流流入 那我不知那位朋友粉丝问的85% 他没有持货 如果持货了你近1.52% 一个半人钱 你就今天最高1.48% 就很走货 我建议你也是走货 要回一回回来 我想到时看回 我的新令线大概在1.38% 那里回到那里看一下 走势如何才决定 暂时这些地方不应该追 另外有朋友问是992 992是正在回中的 大的资金也正在走,之前的影片也提及大家走货 992 大的支持位置是8.25元 真的去到8.25元,8.3元 第二条平均线在8.25元 起码都是8.25元到8.25元 你看看走势会不会站稳,有所回升 我们买升不买跌,跌下来我们不买 现在这些位置来说,之前叫走势,没有走势,现在都应该走势 不适宜在这些位置拿着 当然8.9元是另一个位置 是之前一个阻力,突破了之后变成一个支持 但我相信这个支持度不会很大 20元相当都是没有什么资金流 都是很少大的资金流出 散户池的货是少了的 这些是否入不入呢 如果你完全没有货 让它再回回多一点点 因为它之前就在这些位置横行 这些位置横行大概在 1.4人钱的位置 到时真的那些位,你完全没有货 你上的,可以几两,少两 另外,9626 Bilibili Bilibili 4.3有货 430元 430元有货 430元有货 这些位置可以怎样做呢 这些位置就 惹疚一点 最近都没有什么大资金流进流出的 都是持平的 还有最近又有些少少的 Sell signal出来了 沽售信号出来了 但是当然来到这些位置 你483元有货 没办法 他们说的是出那些短剧 短剧 无论它是好快手也好 都会比较受欢迎的 但是当然这些是很漫长的东西 等机会 现在没有东西可以值得去做 或者换马换其他股票 换其他股票的话 我再告诉你 你直接WhatsApp我 699-180那里 或者你WhatsApp我 我再跟你谈一下 敏实 425 425就没有资金流入的 买不买得过呢 就没有建议 因为我们买升不买跌 他见不到有什么突破 都什么都没有在低位 暂时在备回 又见不到买入讯号 什么都没有 大约资金也没有开始增加 省的资金又没有减少 所以没有东西 好了 说完这些回答了 那说回其他股份 小米又怎么样呢 小米现在16.42 开16.22 最高16.72 比起上一天就低了一点 小米昨天最高见过 挨近17元 16.94 那现在回回来的话呢 可以在这里减三分一 或者减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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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减少一半 然后再黏住它来画 画了的话呢 刚刚今天的低位 16.12 如果今天16.1 跌穿 你就减少一半 这是一个其中的方法 16.1 当然你说中长线少少 怎么看呢 他出车 那么多东西 一定是会好 还有它也都是入股去的那些汽车供应商 那么其中有一只叫富特科技 是上A股的会准备 这个富特科技都是 和很多大的电能车 就是做他们的零部件 那么当然他们的部署都是很好的 那么当然富特科技上的头 将来未尚不可是一个好的股票 值得你吸纳的 这个是A股来的 但是这个A股可能未必 是 深广通可以 深股通可以给你买到 那么现在还是一个聆讯 审批 上市的阶段来的 至于另外呢 就说 例如270 月海投资 月海投资今天就回回0.5% 比大市值得少 270其实就 它的买入讯号是出现了的 早两天 虽然没什么资金流入 没什么大资金流入 但是这些位置都值得 有货拿着都值得手的 没有货想 换马过这只股票 我觉得可以 那至于 其他的 因为它是半个公用股 供水给香港 还有也有少少房地产的 那至于 月售呢 今天就跌了 跌了2% 但是月售呢 就是央企来的 因为整个 内房板块都不好 月售呢 就早两天 出了一个消息 就是说10月份 它的销售数字 跌了一些 跌了20% 但是全年计呢 他 首10个月呢 已经是 去到91%的了 它的销售目标 已经达到 那还差两个月 其实他就已经完成到 它的销售目标的 今年全年的 所以其实他不差的 没有说到他有什么问题 那你没可能 每个月都是 强升的 就是那个 增长 是不是 所以这个超卖的 有货朋友 有拿着手一手 没有货朋友 想买内房的 这也是一个机会 都可以想的 至于 保理置业 就在一个 六楼上 这些位陪回 都是 挺好的央企 还有 华人之地 也是 跌了 平时的 29元 少少 就去回 上一个 可能 那个低位 但是 这些都是 中线 有直博率的 内房 都是个别内房 是 央企受 民企影响 而跌了少少 因为始终 市场没有新钱 糖水滚糖鱼 那 餐饮股里面 就 譬如 Sabu Sharpu 跌了2% 他就有少少钱 就留走 但是这些 值 都是持住 这些3元 这些问题 不大 另外 那只 科技股里面 有比亚迪电子 他有少少钱走 但是 他的 Range 在哪里 32.8%到36.5% 32.8%到36.5% 是看大的 资金流入 和成交来看 大家留意着 36.5%附近 就要走 赚了 32.8% 即近33元 就 可以留意 可以买入 至于 另外 浙江细导 也是有少少钱 留走 但是这些 也是 保持住 这些都是OK的 OK的 至于 金山软件 就这两天跌了 有支贼金就 流走了 我都建议你 就是 这些位 因为他32.5%那里 很大压力 那里成交大 不排除那里 有些 货息放出来 所以这些位 就要避免了 不要买 想买他 就不买 等他下到27.6% 27.6%那里的成交大 那 有货有钱赚 就先走了 这个是 金山软件 中芯又怎样呢 中芯呢 就 都是 有钱 留着 中芯 中芯就 等他 如果要买的话 他最大的位 就是 之前的 大一点的位置 之前的27元那里 27元那里 就有大一点的成交 回到那些位置才去决定 现在不需要住 有货都是要走 那 华雄半导体 今天跌了下来 那 看他跌定先 如果有 兴趣的朋友 就到时 跌定了再买 因为他业绩不好 大家也知道的 预料了 就是中芯又好 华雄半导体 业绩又不是太好 但是呢 就在说后面 后面的那个 是 有很大的 一个 机会 之前的两天 叫大家走 走 走了这只 有些品丝也都走了 为什么呢 就看到 开始有些回吐 那 北水来说 昨天 就流入了 20几亿的 去GTF指数 跌下来 输钱 2000 200 30 都是输钱 前天他流走了 所以他们都是 扯钱 扯退 这样的情形下 市场都一样 另外呢 就 多些钱 稍为 稳固 稳固 流入的 都是 暂时 都是小米的 流入得比较 好 其他那些都是反反复复的 大家就留意一下 药明分拆的新股 如果 如果下星期五上市的时候 看看他订了什么价格 我到时再同感更新 现在 现在来说 无论 另一位朋友 就 另一位粉丝 就说 沽了 SQQQ 买不买回的 如果 这两天买回 就恭喜你了 SQQQ 又升了 因为 NASDAQ 跌了 NASDAQ 昨天跌了128点 NASDAQ 都是继续会有机会进一步再跌的 美股都是这样的 A股 不会跌太多 因为他始终来说 3000点都是一个大位 那 这 同时 就 有吗 啊 还有 tenth 想提醒大家,小米出电动车,如果要出电动车是震撼价 如果这个震撼价出,就会对新能源车会受到打击 到时那些车股会跌得多 所以现在来说,如果有钱赚的新能源车股 卫小李的理想都应该趁势就走了 今天你见到这样跌,就证明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小鹏和卫来更加不在华下,因为他还没赚钱 所以这些会再跌的,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要小心 这些不应该持有的 那 理想呢 理想都有一点红症在那里 我再看一看,再跟大家更新一下 其实卫来和小鹏就没有的 小鹏就只有牛症 所以想找一只红症做一下都没有 暂时都是中指数 至于比亚迪当然有红症 但是比亚迪的红症 你们要放个位置,不要放得太贴 因为始终 我看,如果加上二百五元 如果要换到二百五元,二百五元 留上收回的就好一点 那我再更新一下,我再找一下有什么对的 例如比亚迪或是 理想红症 你可以试一下 但指数呢 都是之前那些,远一点点 用来保住货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空还有功课 看看有什么股票 你觉得是值得投资的 我说的是中线,不是短炒 因为中线的股票值得投资的 短线都有机会 因为股票的轮动下 他们的短线都有机会会升 可以和我分享一下 我再和大家研究一下 今天就讲到这里 记得按赞,按赞,按一次就好了 按多一次就无效的 这个频道有赖你们支持的 记得介绍多点你的朋友圈 叫他们订阅 订阅之后有个钟钟的 按钟钟,全部有新闻 给大家听,订阅免费的 多谢你们支持 另外有兴趣参加投资班的 可以在下面的电话 六八八九一八零那里 就问我的详情 应该是十二月头开班的 是有八堂的 讲很多东西的 牛熊镇,其拳,换马,如何换法 如何看趋势,如何看资金流 如何看图表 很多东西都会教大家 有兴趣就可以再问我 多谢你们支持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拜拜 这么多了 这里有很多东西 还没准备 就是这两个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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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数量长 得到大了 走三下 等到这些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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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最来 好 甚至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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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隔 感谢观看